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甚至还大言不惭的说过 公主病的话 我觉得我有资格 那么就让我们来诊断诊断 这姐的公主病到底有多严重 公主犯的错都是身边人的锅 最近易能镜采访拉踩队友翻车 口碑急剧下滑 微博道歉的同时 Facebook的账号却回复了粉丝的拉踩评论 粉丝小星星说 两个境界天壤之别 一个最烦人 一个最好看 还吐槽易能镜的镜头少 易能镜回复说 没事 我后面的级数可抢劲了 小星星说 王立坤一开口就吓到了自己 而易能镜无懈可击 易能镜也回复了说谢谢 被网友发现之后 易能镜的Facebook账号直接关停了 易能镜还特地的录了条 十分钟的小视频来解释 简而言之 Facebook是由闺蜜Candy管理的 和她本人是半点关系都没有 视频一开头 Candy就解释的时候 易能镜差不多是翻了十几个白眼 看这表情是真的很生气了 Candy说完 易能镜就开始疯狂指责 我从台北回来的时候不是要跟你说 不要再管我的东西了吗 不要再用我的方式去回他们了吗 我不是会抢镜头的人 你们就不应该用抢镜头这种字眼 你们还不了解我吗 然后突然又开始回首网上 我跟你说过一百遍了 我在台湾不出来就是因为狗仔队 我一点都不在乎镜头 Candy啊 你知不知道你只是要用过了我的名字 那么就代表我呀 这是Candy以我的名义写的 我是背锅的 哎呦你跟着我十几二十年 你不知道这个事情很严重吗 你陪着我戴着假发 贴我坐上车子 让我从地下室 让不让这个狗仔队跟 你不知道媒体到底有多可怕吗 言下就是 这个媒体把我黑的好惨啊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你生气了 因为你照顾过我们家的孩子 照顾过我家的狗 就是说闺蜜像我的保姆一样呗 我怎么忍心则怪呀 他还说我跟你不一样 我是闻粗粗的 而你是很爱开玩笑的 很机车的 拉财大师呢是又关心的拉财了啊 他还说你说的那些话呢 是我这一辈子都不会用的 再次强调不是我写的哟 巴拉巴拉了一堆之后啊 对面的Candy就说了 那你应该也知道的 你相信我呀 我不会害你 然而英文静瞬间话锋一转说 我知道 所以我认了 那些黑粉对我来讲没有你重要 然后两个人呢 就开始对着 隔着这个电话抹眼泪 英文静说 是我倒霉 我认了啦 都是黑粉在一花接木 我真的没有怪你 嗯 那你前面七分多钟是在干嘛呢 最后呢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背景英里边说 哎呦又抄了 十分钟了 看来这段视频呢 是不止录了一次啊 想到每一次 英文静和她的好闺蜜Candy 都要重复这样的十分钟之内的起程转合 从生气着澄清 然后再到回首往事儿 再到讨论被黑 然后再到和好的场面 真的是不得不佩服 英文静拿过两次金马提名的演技啊 不过姐啊 你不是好久都没有过闺蜜生活了吗 不免让人想起来 英文静被炒了多年的 《雨善观经》 读成了《雨善伦经》 自己录音的时候呢 就有感觉到发音不对 但是要助理去查字典 助理告诉自己就是念伦的 总之呢 不仅是要声明是别人的错 还要强调自己早就提醒过了 真的是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的 公主为爱放弃工作 随时玩消失 知名经纪人陈孝志看到 最近的《雨能静》翻车 也忍不住重提了一桩救世 当年《雨能静》 因为和黄维德的牵手门事件 形象受损陷入到低潮 当红的时候啊 经纪人想抽成的话 那么就要24小时都跟着他 那低谷时期 给他借的电影 不去做任何的宣传 陈孝志更直接说啊 《雨能静》没有感恩之心 台下台下两个样 侯孝贤拍《悲情都市》的时候 最早就找到的是《雨能静》 结果因为《雨能静》 然后才换的新数分 成就了一部华语电影的经典 而《雨能静》后来呢 还主动提到过这件事情 认为这是自己为爱做过最勇敢的事 当时《悲情成事》已经试过妆了 《雨能静》突然玩消失 其实啊就是为了初恋情人 因为他觉得 手握100个奥斯卡 还不如身边有个男人 说的倒是光敏堂皇的 但是不过啊 只是感动了自己 而做伙伴上这种随时出尔反而不负责任的人 只会觉得倒霉吧 《没面歌王》里面 《雨能静》跑去当评委 因为一直都是跟着选手唱歌的嘛 被网友朝这个节目呢 就变成了《雨能静》的TV 导播要求的 哄我说要表情好 大声就更好了 谁知道声音会放出来啊 这还不够 《雨能静》呢甚至还让工作室 发了一封名为《质观众》的一封信 为了维持形象也是很拼了 《雨能静》导演的电影《我是女王》 请了宋慧乔、陈乔恩 还有乌军梅、杜肖、秦浩等一众知名的影星参演 结果电影上映的票房惨败 还被批示大烂片 《雨能静》一怒之下 直接给恶评的网友发了一波《绿石函》 第一次听说 对电影的系列评论呢也算是侵权欣慰 《雨善观惊》一直都是《雨能静》的痛点 《雨能静》曾经在微博上秀财女人设的时候 被燕公子转发重提这档子旧事儿 潮了一波啊 《雨能静》也写了一段小论文 来一一的复制回击网友 首先说自己因为家境高中没毕业 辗转就去日本读书了 中文陌生才犯的错 大家不应该借此嘲笑他 等一下 这和你原生家庭有啥关系啊 不是你自己先卖的14岁 躲在被窝里边看卡夫卡、卡谬、三毛等等的财女人设吗 《花哨2》播出之后 燕公子预告要写一篇《许晴和易能静》 《决战子金之巅》的文章 谈两个人的共同特征就是公主病 结果这篇文章还没写呢 就被易能静给截糊了 易能静心之后呢 更是发了一篇律师函要起诉网友 只要有质疑声 易能静第一个反应就是甩锅 都是别人对自己的恶意大 自己一点错都没有 公主受伤了 硬要贴心伺候 公主要炫耀的时候 从来都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参加综艺 婆婆和妈妈 易能静和钟丽提两家婆婆见面 易能静说自己老公有古老的审美价值 然后就引到了自己47岁的高龄 还生了孩子 钟丽提和婆婆聊天的时候 易能静的婆婆也跟着附和了两句 而易能静是直接的白了婆婆一眼 让她别大话了 接着呢 钟丽提的婆婆又说了 如果儿子张伦说愿意 那么她俩即使是没孩子也要在一起 那就好好过嘛 她也同意 只是自己的心里呢 确实会有遗憾 易能静的婆婆又符合了一句 哎对 做父母的心情就是这样的 钟丽提呢就说 做子女的还是希望父母开心 易能静的婆婆也表示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其实看下来这段对话里吧 易能静的婆婆不过是随着附和了几句简单的话 结果易能静呢好像是婆婆犯了什么大错一样 立马就当着所有人的面起身 然后一边拉着房间厨房一边就展开了教育 让婆婆不要参伙人家的事儿 教育的头头是道 不过这个话题 不是一开始你为了炫耀而挑起的吗 怎么转眼之间就全成了婆婆的错了呢 易能静啊总喜欢找各种借口 人都牵扯她 但是却很少考虑别人的感受 逐渐呢就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公主病 不在自己塑造的公主世界里 把所有指出她缺点的人 都当作是欺负灰姑娘的后妈 嫉妒白雪公主的王后 但其实真正的公主引以为傲的资本 从来都不是公主病 易公主啊想要得到认可和尊重 那就先从尊重别人开始吧 吃瓜不断娱乐不停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